第二个 在道场看到不如法的人是无 该不该归劝干事 如不管了自己良心过不去 管了父的智慧也不够 与他人皆握缘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不能管也不能不管 不能管是你看到别人做的不如意的时候 你不可以说 说着横顺众生随喜功德 让大家欢喜 那怎么样说不能不管呢 自己做个好样子给他看 这就对了 他做的不如法 我做的如法 让他慢慢的看 让他自己揪 这就不得罪人吧 所以说又不能管是又有要管 有方法了 自己做好样子 以前道场说 常常做事情有人找麻烦 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做错 我们不找麻烦 他有过时 我们来纠正 说我自己来纠正 不是叫他纠正 你用这个方法 日久天长 真正收到 护发的效果 你会感动他 他慢慢揪过来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修习 所以今天都是用言语确认 那个人没人相信 也没人接受的 做样子给他看 谢谢你